大波表姐的打野技术那真是逆天一般的存在 不仅是直接制作出了鬼门关打野陷阱 让三斤之中的超级竹鼠来了个自投罗网 实现了自挂东南枝的梦想 而且还打造了重型猎物陷阱之木刺独龙钻 直接让一只六七十斤的极品大麋鹿成为了导媒弹 最终被大表姐将前后腿绑扎后 搞成了一个超级大背包 据说卖出了天价呀 在巨型大型猎物和中小型猎物的打野手段上 大表姐那还是表现出了牛白克拉斯的水平 不过其实大表姐在种田种地 以及捕捉超小型野物的造诣也是不低 甚至还能制作出全自动钓鱼装置来 本期就带大家看看大表姐更加丰富多彩的荒野武器库吧 以及大表姐的日常荒野餐食到底有多爽 眼前的这一片翠绿那可了不得 这可是大表姐的旱道 现如今已经是抽到碎的时候了 为此大表姐可是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时不时的就得来住上个半天的 以防止有着其他动物来偷吃道骨 而大表姐手中的过节之上 便是上一季收获的旱道产出来的大米 这可是大表姐最为喜欢吃的主食之一了 将大米清洗之后 便可以加入到小黑锅之中进行烹煮 作为大表姐今日的餐食 趁着煮饭的时间 大表姐还美滋滋的搞了一颗菠萝出来 在打野刀的咔咔就是一顿造之下 便搞出了一盘水果来 最后的这一餐便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搭配上甜滋滋的菠萝了 午餐虽然简单 但是对于看守盗补的大表姐来说 那吃的还是极其开心的 不过这一顿少了一些肉食的情况下 大表姐自然得考虑在下一顿餐食之中 添加一道肉菜 于是火 大表姐可是换了一套方便打野的衣服 在附近的竹林搞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制作竹子打野陷阱 利用打野刀将竹子砍出了三节七厘米长的竹筒后 大表姐又在竹子的侧面搞起了开孔的工作 并且在竹子立面之上砍出了一片平整埋 这样的话放置在地面之上才不会出现滚动的情况 一番操作之后 大表姐可是先后将三个竹筒都给处理好了 并且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以确保没有瑕疵后 大表姐这才收起了竹筒 这一次大表姐布置陷阱的地方可不是在山林之中 而是在这汉道道田内 这个时候的稻碎开始慢慢地上僵了 也因此极容易引来鸟类的偷吃 尤其是殃鸡一类的鸟 大表姐先是选择了一块平整的地面将三个竹筒放了上去 接着又在竹筒两侧 依次的敲击进去了四根竹签 其中两边的两根较高 中间的两根较低 并且两端的两根竹子至上卡上了一根水平方向的竹条 并且绑扎牢固 最后大表姐还拿出了一根细绳子 在绳子末端打上了一个绳套 随后将其给绑在了竹筒孔洞的正下方 而绳套部分则是在穿过竹筒上的孔洞后 放在了竹筒内部 这个时候大表姐还必须将绳套调整好 让其沿着竹筒内壁布置起来 这样的话一旦鸟走进去 奔跑时便会被绳套勒住 为了让鸟走进竹筒内的盖力增大 大表姐先是在竹筒两侧布置了不少的竹签栏目 接着又收集了不少的杂草 布置在了竹签的两侧 这样一旦央鸡经过这里 便会有极大的概率进去竹筒内 布置好陷阱之后 大表姐可是躲在了七八米开外 用草丛伪装了起来 此时的她使出了独门绝技 口中开始发出了奇特的声音 这声音可是不一般 是一种专门吸引央鸡的声音 而随着大表姐不断地发出声音之后 不多时候 一只央鸡竟然真的被吸引了过来 央鸡也是神奇 竟然还真的就这么地冲进了竹筒之中 奔跑时便被绳套给勒住 见状的大表姐那是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施展起了老鹰抓小鸡的身法 当场就将央鸡给抓在了手中 虽然这只央鸡的个头不大 但是考虑到这家伙可是有祸害盗骨能力的 大表姐还是决定先将其给收了 不过随后的一段时间内 却是再也没有央鸡的到来了 可见这种鸟类警觉性可是不低 大表姐见状也只得将打野陷阱给拆了 毕竟这一操作下来 估计其他的央鸡短时间也不敢出现了 虽然是收了央鸡 但是个头实在太小 肉也没啥 大表姐还是换了一个地方将央鸡给放了 至于吃肉的事 那只能换个方向了 不上山的话 那么就得下水才行 相较于上山打野的难度来说 捕捉河鱼可以说是要简单不少 而且这两天天气可是极其的炎热 在河边捕鱼可是凉快的一笔啊 为此 大表姐那是带上了特殊的鱼饵来到了河边 并且砍来了几根树枝 准备打造一个全自动钓鱼装置 选择了一处极佳的位置之后 大表姐先是将长木棍一端削尖了脑袋 这样的话才能稳稳地插入到水底浴泥之中 随后则是将短的一根木棍插入到了另外一侧的水底 拉扯长木棍上的鱼绳之后 大表姐可是好好的估算了一番自动钓鱼装置的卡槽位置 这个位置的计算可以说是十分的重要 既要考虑长木棍有着足够的弹性形变 又要确保卡槽位置不被河水淹没 做完卡槽又在鱼身之上绑扎上一根触发卡条之后 大表姐便尝试着将触发卡条卡在了卡槽内 看起来效果应该是十分不错的 之后大表姐这才拿出了准备已久的极品钓鱼饵料 一颗颗飞缩的蛋白质如虫 这种虫子的蛋白质含量可是不低 当地人喜欢用油炸的方法烹饪 吃起来那是嘎嘣脆鸡肉味 不过却是被大表姐奢侈的用来当作了钓鱼 不止好自动钓鱼陷阱之后 炎热的天气下 大表姐直接坐在了凉意满满的喝水之上 一时间可谓是十分的舒适 这人一旦舒服起来 那基本上就是想躺平的 大表姐那也是不出意外 直接就在一旁瞇了起来 不过正当她一只脚刚踏进梦乡的时候 自动钓鱼装置却是一下子就弹了起来 而且尾部还挂着一条鱼儿 这一下可是直接将大表姐给惊醒了 看着眼前的鱼儿可是高兴得很 直接上手抓了过来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大表姐这自动钓鱼装置那是真的不错 首站便是一条大罗飞鱼 可是把大表姐激动地手舞足蹈着 毕竟今儿的晚餐那是有了 而且还是一条大鱼 有了收获的大表姐也不贪心 收起罗飞鱼后便离开了吊点 来到了岸上之后 开始清理一块地方出来 准备就在河边烹饪罗飞鱼 毕竟炎炎夏日 在河边吃饭的话 那绝对是十分凉爽的 大表姐先是拿出了带来的镰刀 先是对着罗飞鱼的鱼鳞发起了进攻 将这条一斤多的罗飞鱼鱼鳞 那是刮得一片不剩 这样吃起来的话 口感才是最好的 由于新鲜的芭蕉叶很容易破碎 略微地将芭蕉叶烤一下之后 这样的芭蕉叶在柔韧性上便会好很多 将清理干净后的罗飞鱼 放置在芭蕉叶上之后 大表姐又将附近收集来的一些野菜 和香料搞碎放在了罗飞鱼上方 这样的话一来可以去除罗飞鱼的腥味 二来则是可以吃到这些富含维生素的蔬菜 至于罗飞鱼的烹饪方法 那还是当地人最为喜欢的包烧做法 芭蕉叶包烧罗飞鱼 这种烹饪法的好处便是鱼肉细嫩多汁 比起烤鱼来说口感上会更好 等待鱼肉成熟的过程可是漫长的 但是为了吃到美食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最后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包烧之后 大表姐是迫不及待的 一层一层地将芭蕉叶给打开了 随着芭蕉叶的打开 一股子极致的香味直接扑灭而来 而大表姐也是直接开启了她的荒野大餐 将一块块软嫩多汁的鱼肉送入到了口中 充分地混合着香料的鱼肉 可以说是香甜可口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美滋滋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就将这一条罗飞鱼的面给吃完了 很快地又开启了了B面DC 一分钟之后 大罗飞鱼便只剩下了一根竹骨了 不得不说 大表姐的食量那是真的不一般啊 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索尔美滋滋吃上包烧鱼的大表姐 今儿可算是上山了 主要原因还是昨天的肉没吃够 今天打算来到山林之中搞点野味打打牙记 而大表姐今儿带来的打野神器可是不一般 竟然是钢珠弹弓 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倒霉弹 在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似乎是发现了远处的树上野东西 不过这第一发貌似打偏了 这对于大表姐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于是乎第二发钢珠直接飞射而出 一时间只见到树上一只未知的生物跌落了下来 不出意外的 这还是被大表姐给送走了 随即 大表姐快速地来到了猎物掉落的位置 好家伙这竟然是一只大松鼠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坏了 当即就收下了它 不过随后的半个多小时里 大表姐可是没有了新的猎物发现 但是倒是遇见了一棵开满了花朵的树 这种树的花朵可是一种极佳的食材 大表姐也不上述摘取 而是直接就在地上捡起了掉落下的比较新鲜的花朵 最终足足地搞了一大一豆 这才离开了这里 今儿的这顿餐食不出意外的花 便是这只大松鼠和一大堆的花朵 大表姐先是收集来了不少的木材 将其放在了平整的石块之上 准备在这个位置生火搞野餐 毕竟这里距离水源也就只有几米的位置 可是方便得很 随后 大表姐先是好好地给松鼠做了个检查 确定外观上没有什么病变后 大表姐便开始处理起了松鼠的毛发来 利用炭火制烤之后 便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松鼠的毛发给脱下来 这步不一会的功夫 这只松鼠便只剩下了一些细小的毛发 再在炭火上灼烧一下 这些小的绒毛便会被彻底地清理掉 随后大表姐便将松鼠拿到了水边 先是好好地清洗了一番 将烧焦的鼠毛以及松鼠的内脏给去除掉 接着又将松鼠拿到了芭蕉叶上来 开始在上面切割出大量的花刀来 这样的话一来是一会处理松鼠时容易入味 二来是烹饪起来更容易熟透 本以为大表姐除了松鼠外只有花朵时 没想到她带来了不少的葱姜蒜和辣椒 不愧是打野女王 野炊也是十分的讲究啊 之后大表姐可是将松鼠直接给送到了竹筒内 并且将葱姜蒜辣椒 以及大量的黄色花朵蟹都塞入到了竹筒之中 最后放入到了火堆之上 利用竹筒隔着火源进行烹饪 这样的烹煮方法 所需的时间可是不短 暴热的山林之中 守着山泉不用那简直是犯罪 这处水坑的位置也是极佳 上游的山泉水刚好落在这个位置 水深大概有个半米多深 泡澡简直不要美滋滋 为此 大表姐那是直接嗅起了美被 美滋滋地泡在了山泉水之中 感受着无比痛快的凉意 美美地泡了一个凉水凿好 竹筒那边的烹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打开竹筒盖后 里面的香味可以说是十分的诱人 而大表姐则是快速地将竹筒取了下来 把里面的松鼠给倒了出来 随即开启了今日份的荒野松鼠肉大餐 松鼠肉十分的美味 在搭配上带来的大米饭 一凉一热可以说是搭配的相得益彰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美滋滋的 毕竟在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之后 又能吃到极品的美食 我想这绝对是每一个荒野求生者 都希望在炎炎夏日里面能够过上的日子吧 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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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